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8月21日 布里斯托城平步清雲 周六凌晨 英格兰冠军联赛第四轮比赛 将由布里斯托城主场 对阵史文斯打头阵 布里斯托城刚上轮拿到赛季首胜 相比之下 史文斯三轮依然未开债 布里斯托城有望在主场赢近方不佳的史文斯 布里斯托城上赛季成绩未如理想 只排名联赛下游位置 球队新赛季目标自然是提升战绩 球队开季前备战准备充分 多场球有赛落泪表现都叫做理想 而且入球都几多 证明布里斯托城有意改善进攻火力 而且球员状态保持都得几好 在联赛上一仗客战雷丁的比赛中 前锋为以文梅开二道 帮助球队三比二拿到联赛首胜 金铺回归主场对阵史文斯 在近期对赛往迹扫占上风的情况下 布里斯托城当然是食住个小 力争联赛两连胜 史文斯上赛拿到第四位 而且已经杀入星班附加赛决赛 可惜最终在伦敦 温布莱球场输给宾福特无缘重返英超 金赛季史文斯目标依然为夏年升入英超而努力 不过暂时球队表现令人十分失望 联赛只录得一和两负 三场比赛得失球为2比5 同上赛季相比明显下滑 新缓比路上赛虽然后被上阵拿到加盟后首个入球 但是球队依然未能彼保安祖亚优离队的影响 今次远征布里斯托城 球队想拿到赛季首胜估计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请订阅好